這裡很熱鬧 因為我們TVB要宣佈一件大事 這件大事是我們首次推出一部音樂電影 叫做日落巴黎 主角是誰 就是天王巨星樂壇大哥大張國榮 其實音樂和電影應該是分開的 大家知道電影在影像方面 歌唱方面應該是聽覺方面 這次TVB很別開生命 很想把兩件事加在一起 就是有畫面得來又有歌聽 但是這個畫面純粹是一個電影 這次這個音樂電影的名稱叫做日落巴黎 換言之就會去到巴黎拍攝 我想問Lesslie 為什麼你會選巴黎這個地點 做你的音樂電影的拍攝地點 這個完全是TVB的意思 是真的 其實我只不過是因為聽到他們這麼好 就是說Lesslie你的形象很配在歐陸那邊 所以你應該是最佳人選 就找到我去到巴黎 就是歐洲那邊拍這個特輯 我想知道透露一點點 這個日落巴黎的故事的內容是說什麼的 首先我想大家知道主角方面 主角除了我之外 還有就是兩位我的紅顏之記好朋友 一位就是張曼玉 另一位就是鍾左紅 排名副分先後 大家都是我老友幾 一打電話說 今次我要拍一個這樣的電影 這樣的特輯 希望你們來幫忙 已經說沒有條件幫忙 所以我很開心 我想 因為大家這麼熟 她說是一次而已 我需要你幫我一次而已 如果她說她需要一次的話 我都不幫她 就好像好太過了 還有就是一位我的好的朋友 也是一位良師益友 吳宇森 她就會是負責其中某幾場戲的導演 今次我想問問你 為Lesslie導演哪幾場戲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點 是我想是所謂她們認為是感情的重頭戲 可能她們一向覺得我對於處理感情戲 和朋友之間的感情 或者是愛情方面 會做得有成績 所以是張曼玉一 她叫我幫忙的話 我就以不用詞幫她 剛才就問開 你說會選了兩位美女 做一個故事的 其中女主角方面就是洪姑和張曼玉 為何要選她們兩個呢 我想是劇本寫出來 那兩個女主角很配 很適合她們 如果不適合她們來做 找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到 還有你剛才在說 我其實應該在繞圈 就是不想說那個劇情 劇情就是一個很浪漫的愛情故事 總之是浪漫 只可以透露這件事 如果你說當然 如果有兩個女主角 當然有一個男生 碰到兩個女主角發生的事 其他事情就賣過關節了 即是不說 好 那我們拭目以待 Leslie這個音樂電影 日落巴黎 好嗎